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第一个把医美产业把它推到书里面去 2018年 国际美容外科医学会统计全球接受医学美容治疗人数高达2300万人次 全球产值数百亿美金 随着医美科技的发达 使得民众接触医美的门槛和价格降低许多 加上医美所带来的正面效益 让人变得更年轻 更有自信 因此医美变成非常热门的产业之一 在台湾 医学美容的行业就是鸿海 不少医生凭着个人技术和魅力 在市场杀出一片天地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一位不畏人生的波折多舛 以成吉思汗般的雄心壮志奋力拼搏 燃烧生命数十年的医师王正坤 了解他成功背后显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我们集团就发展得很稳健 那发展得很快也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台湾有七家疫群的诊所 台北有两家 台中有一家 全国有七家 那我们旗下还有一间Dr.疫群保安品公司 我们的疫群保安品在所有台湾的美妆同路 像保养 康世美都是销售冠军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王正坤医师多年发表不少医学美容的书籍及论文 更在台南成立了亚太区医学美容教育训练中心 虽然全球疫情持续延烧 经济不景气 但王正坤医师逆流而上 在台北建造集团总部 因为我们重视的因素有主要几个 第一个 是我们重视我们的核心价值 疫群的核心价值就是医学知识跟技术 我们不断地教育训练 第二个 我们集团内部有诚信文化 诚信文化就是每个患者 每个消费者来到这里 我们会先告诉他医学美容的副作用 签署同一书以后再做治疗 我们的患者只要看过我们 他发现我们有诚信文化 有良好的医术 有医学技术 那所以说他们就会口耳相喘 达到行销学上面的最好的口碑行销 王正坤医师在25岁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家中付债高达2亿元 连房屋都被打院查封开卖 对一般平民老百姓而言 仅一元的债务着实是个天文数字 但王正坤医师勇敢面对 全力以赴偿还债务 那时候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死不足惜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20几岁负债一亿 我想跟死的是差不多 那我只有用生命不断的燃烧去付出 去拼搏 我才可以活下来 还清一元负债以后 王正坤医师担任台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职务 并且致力于推动医美产业与观光医疗 持续为台湾社会奉献几利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是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第二个我的人生哲学是人要心存善人 老天的安排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就会发出我善良的心去救助他们 然后最后都会得到很好的成果 我们台北总部的发展定位有两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跟国际接轨 因为我们位置在台北车站 而且有机场捷运 那这个就是跟国际接轨 我们可以欢迎医疗观光的客人 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台湾接轨 所以我们在台北设立总部 我们所有的主管 员工 行政人员 就可以很轻易地跟我们上下游的供应链 做充分的沟通 我们教育的延伸 我们本来是在台南总部做医学教育训练 现在我们有了台北总部 我们可以在台北去举办大型的医学教育的演讲 变成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跳往国际 到欧美去展露头角 去告诉他们说 台湾的医学教育跟医学知识是相当棒的 王正坤医师多年来教学乡长 与作育英才 持续深耕医学美容的教育训练 而且所带领的团队 持续研发优质保养品 以及为民众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让社会大众受益 关于我们疫群集团的愿景 就是持续扩张 稳健成长 关于我们疫群诊所的部分 我们会在各县市再继续开设优质的分院 关于我们疫群保养品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它带到大街小巷 接着我们想要持续的举办医学教育训练 来作育英才 疫群是美丽 美丽是疫群 咱们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